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的咖啡沖煮攻略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講一個冰咖啡沖煮法 因為我們之前有講一些手沖冰咖啡 或者說其他的器材冰咖啡 那今天要講的是一個難度比較低的 因為之前手沖冰咖啡還是有些人覺得有點不會嘛 那我們今天講的是一個更簡單的 然後我們使用的器材是這個風味開關 就是哈利有在去年的時候做的一個 類似聰明濾杯的一個新濾杯 如果有些網友還不認識的話 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它這邊有一個開關對不對 你往上下波動它就會把濾杯的閥門關掉 關掉的情況之下你給水它就不會往下流 你就可以讓你的咖啡粉跟水的浸泡時間更長 但如果你又想要恢復到濾杯正常的對流的狀況 水流往下流的狀態的時候 再把我的這個開關打開 那它就會呈現出一個像正常的 哈利有V60的那個流速的狀態 所以這個開關就可以控制 我的粉跟水接觸的時間 以及它接觸的狀況 那這個就是風味開關 那這也算是學長滿推薦新手的一個器材 因為相對來說它可以讓你的粉水接觸的時間 變得可以量化 因為一般的濾杯它在沖煮的過程之中 所以你給水大小研磨度的不同 甚至於繞圈圈的內外的不同 都可能讓你的濾杯跟水接觸的時間變得不一樣 那這些東西都可能讓你的每一次的沖煮的品質不一定 那風味開關的好處就是它可以把這些東西盡量變成數據了 可以減少一些你初學者或是一些比較忙碌的人 你的一些困擾 就是每一次都可以穩定 那風味開關用來做冰咖啡呢 其實也是好喝而且簡單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用這個東西風味開關來為大家示範 怎麼樣簡單可以做出一個很大杯量的冰咖啡 為什麼呢 因為冰咖啡跟熱咖啡不一樣 冰咖啡就喝起來非常的過癮非常的爽快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學用的是一個比較大的 是大尺寸的風味開關 一次沖大約400多cc的冰咖啡 而且我們要用冰水來沖 前面基礎介紹介紹完以後呢 那我們就來跟大家講一下我們沖煮的一些相關參數囉 首先我們要有一個下壺 這當然一般來說沖咖啡大家都會有下壺 然後準備好冰塊 然後熱水跟咖啡豆都要磨好這些東西都OK 然後額外我們要準備一個攪拌棒 當然你要用攪拌棒用湯匙都可以 然後以及一個風味開關 建議大家如果想要喝大杯的話就買大杯 那如果只有小的風味開關的話呢 那你就所有的參數乘以三分之二也是OK的 那這個沖煮法呢會分為三個部分 不是說步驟是三個部分 為什麼呢 第一個部分呢是三分之一的水呢 我們使用熱水先浸到我們的風味開關裡面 然後呢會有三分之一的冰塊 那這邊我已經準備好了 那我們今天是450cc的總水量 所以冰塊是150cc 以及150cc的常溫水 所以我們這次的沖煮呢會有三個部分組成 150cc的熱水是用95度 150cc的冰塊 以及150cc的常溫水 OK有這三個部分來做組合 然後呢 豆子是30克 所以我們今天的粉水筆呢是1比15 用30克的豆子呢 從450ml的總水量 總水量 研磨度的部分呢 要比平常手沖細蠻多的 譬如說如果你平常使用的是小飛馬小富士都好 是4到4.5之間的話呢 大概研磨度要在2.5到3之間 所以細蠻多的 因為我們後半段會用冷水嘛 所以如果你沒有調細的話 你的風味會不足 所以特別要注意這幾個部分 事前準備做好以後 你會發覺說整個過程其實很簡單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了 風味開關的專用濾紙 在放粉之前呢 一定要特別注意 先確認一下你的閥門有沒有關起來 因為風味開關呢 它有一個上下波動的 往上波就是關閥門 所以要注意往上把它關住 一定要確認喔 不然待會可能水一下就悲劇囉 好 然後把栗子 OK 好 把栗子呢塞進去風光開關 然後稍微壓一下 稍微壓一下 讓它的形狀完全服貼 好 咖啡粉我已經磨好了 30克 OK 那第一次呢 我們要給大概是90度的熱水 150cc OK 然後呢給水完以後呢 我們要進行30秒的攪拌 OK 然後30碗攪拌完以後呢 我們要放1分鐘 OK 好 這樣聽懂了嗎 那我們準備開始 好 先給水 給150ml 那這一段的給水呢 就不用太過於緊張 因為呢 我們待會會有攪拌的動作啦 所以呢 你就不會有 悶蒸失敗啊 或者是說 給水不均勻的問題 不用太緊張 就順順的給就好 OK 好 然後攪拌 攪拌整整30秒 所以呢 你的整體的時間呢 我大概給150cc的水是20秒 然後呢 我再攪30秒呢 就是我的 我的磅秤呢 會到50秒左右 好 攪拌的時候呢 盡量喔 讓每一顆粉呢 都能吃到水 所以你可以 用點力啊 然後多攪一點 沒有關係 讓你的風味呢 大量的食方 可以看到喔 我攪拌得非常非常的徹底 OK 攪完以後呢 好 等一分鐘 這段時間呢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 風味開關呢 先放下去 然後呢 我們把我們的冰塊呢 再加150cc的水 讓它混合在一起 好不好 就等於說 會有一個冰塊水的存在 好 150cc 然後呢 稍微攪拌一下 稍微晃動一下 OK 然後呢 晃開關 放回來 然後等一分鐘對不對 所以大概是1分50秒 剛剛是 給水20秒 然後呢 攪拌了30秒 對不對 然後呢 再等一分鐘 所以1分50秒的時候呢 我們就準備 給冷水 然後給冷水的時候呢 你就不要 冰塊呢 就不用倒下去了啦 我們把冰塊留著 做最後最後的時候 我們把 濾杯水放下來的時候呢 做最後的冰鎮使用 OK 好 差不多這樣了齁 但你也可以拿一個 攪拌池 稍微擋一下你的冰塊 OK 好 把你的冰水 倒進去 OK 冰塊呢 就留著沒關係 好 大概是2分鐘 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攪拌一下 然後等2分鐘 稍微攪就可以了齁 這一段已經 只是讓粉塵呢 咖啡粉能夠跟 水呢 均勻的攪拌 釋放出味道 OK 好 等2分鐘 然後下面是不是有冰塊 這個冰塊呢 我們就待會使用 好 那這個做法呢 我們在等待過程之中呢 我們可以去稍微思考一下 第一段 我們是不是用了高溫 150度的水 這個時候呢 咖啡粉的物質 會大量的釋放 做出很多的香氣啊 很多的前酸 還有甜度的部分 也會釋放 然後呢我們中間等1分鐘 這一分鐘過程之中呢 已經沒有攪拌了對不對 因為攪拌的時候 萃取率是最高的 這個等待1分鐘呢 它的萃取率會變得比較慢一點點 但是呢 它已經完全的吃了水了 所以呢 你的甜質啊 跟巴底呢 都會適當的放出來 然後最後最後呢 我們加了冷水 所以整個濾杯裡面的溫度呢 已經降到比較低的溫度了 這個時候呢 其實你可以做出更尾巴一點點的甘甜度 稍微讓你的整體風味再拉多一點點 看似連續的過程之中 其實我們有了三種不同的萃取狀態 一個是攪拌狀態 第二個是高溫 但是它是一個平靜的狀態 第三個是一個冷的 比較低溫的狀態 用不同的手法跟不同的溫度 去做風味的層次 這樣的冰咖啡呢 就會喝起來與眾不同喔 不會是那麼的單調 喝起來層次非常非常的好 OK 好 我們差不多了齁 我們時間已經到兩分鐘了 我們把濾杯放到我們的 分享壺上面 然後呢 把開關往下按 這時候呢 我們的水就會快速的 進到我們的下壺裡面 然後呢 會和冰塊開始做最後的冷卻動作 大概一分鐘多一點點齁 所以整個步驟呢 我們大概控制在五分鐘左右 然後可以沖出一杯 大約在410-420cc的冰咖啡齁 那蠻過癮的 可以一家兩到三個人喝啦 那這個步驟呢 其實做習慣以後 發覺會很簡單嘛 給水 攪拌 然後等一下補冷水 然後等它時間到了以後 只要讓它留下來齁 就搞定了 那它其實背後呢 是設計了不少 關於層次感的堆疊 讓你的冰咖啡即使是用簡單的步驟 你不太需要說繞圈圈 很仔細或怎麼樣 但是你卻可以做出很好喝的冰咖啡 那學長一直在強調啦 其實做冰咖啡不難 但是要做出好喝的冰咖啡其實蠻難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稍微適度的去思考一下說 怎麼樣做冰咖啡會更好囉 好 差不多 應該還有這個十幾秒就搞定了 OK 大概5分20秒左右 大概留了1分20秒 好 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最後的時候呢 要把你的風味開關的這個閥門 把它關掉 往上推就是關起來了 OK 那就不會再滴水了 OK 不會再滴水了 然後呢 我們稍微攪拌一下 然後這個參數呢 可以確保 因為我們有150cc的冰塊 所以喝起來是冰冰涼涼的 不用擔心說會有那種冰塊不夠啊 或是喝起來溫溫的這種狀況 其實冰咖啡一定要夠冰才會過癮才會好喝啦 然後呢 這個150cc熱水 150cc的常溫水 150cc的冰塊水 冰塊 不是冰塊水 冰塊 這樣的組合呢 可以讓你做出有層次 夠冰 夠爽快 而且好喝的冰咖啡囉 OK 那我們今天關於 風味開關冰咖啡的設計呢 就說到這邊為止 那如果各位呢 想要做大杯量的話呢 可以考慮買大的風味開關 如果要做小杯量的話呢 可以用小的也可以取代 那就所有參數呢 乘以2 3分之2 就是用小杯量的參數囉 OK 那我們的咖啡送子功率呢 就說到這邊為止囉 那有任何問題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 我們下次見